在老师的身后啊,又多了一个新朋友,我们都认识他嘛,孩子们,像个小扭扣一样,两个小扭扣,对不对,他被我们称之为是小冒号,那么冒号啊,一般情况下都是表示提示以后的停顿,就是说白了,就是在说的后面,一般谁谁说的后面,我们就加上冒号,人物的语言加上引号,对不对,那除此之外呢, 他还可以用来表示提示下文,或者是总或上文,像刚才那个公园里的花有冒号,然后什么什么样的,这就叫提示下文,对吧,那我们再回来,你会发现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啊,有许多孩子现在还会去写书信,对吧,书信的最开始肯定是那个人的名字,比如说写给唐果老师的信,就是唐果老师,那后面的标点符号好多人都跟的是逗号, 其实在书信啊,一些演讲稿的前面啊,最开始的那个人物的称呼,称呼语的后面,也是加冒号,那么我们应该说,亲爱的唐果老师,冒号,对不对啊,然后再说,哎,你想对我说的话,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了冒号, 他在平时咱们的生活当中,经常经常容易出现,哎,比如说谁说了什么话,后面就可以用冒号,加上双引号了,是不是,咱们来试验一下啊,来,现在你可以暂停视频,自己先来做一做孩子们,做完了吗? 好,我们来看一下啊,说老师说,说的后面可以,哎,跟冒号,书籍是人类的朋友,我们要爱护书籍,哎,书籍是人类的朋友,应该加什么呀,逗号,对不对,这句话没说完,我们要爱护书籍,加句号,那既然是人物的语言,外面还要加上引号, 只要是说话的内容,那你们都加上双引号,双引号呢,一个小,一个小什么呀,十岁的小园圈,哎,上面一个尾巴,小园圈,或者你可以点上上面那些小辫子,是不是,这是前引号,后引号呢,我们一定要和这个前面的那个句号错卡错位啊,也是一个小园圈跟一个小尾巴,两个小痘号,是吧,像两个小痘号一样,他就是后引号了,好了孩子们,那么这个就是老师说,冒号,前引号, 书籍是人类的朋友,逗号,我们要爱护书籍,句号,后引号,你填对了吗,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,小红说,说的后面还这么是,哎,冒号,我这次考试终于拿到了满分,能够体现出他那种开心的心情,所以是什么号,哎,感叨号,那既然是人物的语言,我们还要加上前引号,后引号,对不对,好了,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,书柜里的书有,书柜里的书有,哎,然后他总写了一下下文,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什么号,也可以用冒号,是吧,爱的教育,三国演绎,和安徒生同化,哎,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什么,不是,逗号,逗号,你要注意,爱的教育,三国演绎,这些都是,哎,书的名字,书的名字,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概念符号,叫做书名号,是吧, 那么我们可以,哎,在这爱的教育,书名,对不对,既然是书名在书名的外面加上标点符号,这个也是前书名号,还有后书名号,和,这也是书名号,书名号,对吧,后面是句号,那又有同学了,老师,这个书名是不是也是词语和词语之间,中间不用加逗号吗, 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面,有前书名号,和后的书名号,这个句子就已经被隔开了,中间不需要加逗号,或者是句号,或者是顿号了,在后面加句号就OK了,明白了吗,孩子们,好了,那么这一部分当中,我们不仅仅跟大家一起练习了,冒号,引号,还认识了书名号,对吗,那又有的聪明的孩子呀,知道自己去总结方法了,那是不是就是说, 只要我们在文章当中看见说这个字,后面一定就跟着冒号,引号吗,哎,其实我们现在才是刚上二年级的孩子,等到了二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,我们还会认识其他几种不同的说话形式,就是这个提示语啊,它的位置是有变化的,我们来看这三部分它们有什么变化,第一句话,灰太狼出现了,灰太狼气愤的说, 这次就先饶了你们,我一定还会回来的,是吧,你觉得这一句话咱们可以怎么加调点,哎,我怎么说,说的后面加冒号,是吧,好,冒号, 还有引号,对不对,这次就先饶了你们,有朋友说,在这可以加什么呀,这一句话饶了你们这一个意思表没表达完,表达完了,所以我们可以加什么,句号,是吧,接着一个新的意思, 我一定还会回来的,是吧,就是有感叹的成分了,所以加什么号,孩子们,叹号,千万别忘了,后引号,是吧,那是一句话来提示了我们这句话是谁说的, 就前面有告诉我们谁谁谁说,就是灰太狼气愤的说,如果没有这句话咱们不知道,我一定会回来的这句话就是谁说的,对不对, 所以像这种语言,它就叫做提示语,这个时候提示语它的位置是在前的,提示语,谁谁谁说这半句话在前的时候, 说的后面一定是跟冒号前引号,可是有的时候这个提示语非常调皮,它的位置有变化,我们来看这一个部分啊, 这次就先饶了你们,我一定还会回来的灰太狼气愤的说,提示语刚才在前面,现在它跑哪儿了,孩子们, 还跑到后面来了,对不对,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办呀,说的后面就不能跟冒号引号了, 因为后面都没有内容了,对不对,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注意, 这次就先饶了你们,这个已经是灰太狼说话的内容了,所以要加,引号是肯定的了,对不对, 这次就先饶了你们,句号,我一定还会回来的,太好,对不对,灰太狼怎么怎么样的说, 这并不是灰太狼说的内容,所以在这就截止了,在说的内容外面画太好就行了, 灰太狼气愤的说,这一个意思表达完了,后面加什么,句号,明白了吗, 这是提示语在后的一种形式,提示语在后的时候,说的后面跟的是句号, 提示语在前的时候,说的后面跟的是冒号,前引号, 我们到了三年级,老师还会讲解另外一种标点符号,叫做提示语在中间, 这次就先饶了你们,是吧,肯定,日号,后引号,对吧,灰太狼气愤的说, 这不能加引号了,是吧,我一定会回来的,太好,后引号,两部分内容, 那么这一个地方中间要用逗号,到高年级的时候,老师会讲解为什么用逗号, 咱们现在二年级初,只要了解到什么程度,只要了解到提示语在前的时候, 咱们如何加标点,提示语在后的时候,如何加标点就OK了, 好了,电脑前的孩子们,那么今天呀,我们不仅仅分析了, 冒号,它呢,可以在说的后面使用,可以在称呼语的后面使用, 还分析了,啊,原来在说的后面,提示语在前的时候,加的是冒号,引号, 提示语在后的时候,说的后面加的是句号啊,你掌握了吗,现在赶快来沉淀一下吧, 心灵解毒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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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